一中天 中华史 第六卷 百家争鸣 第二章 哪个社会好 墨家社会主义 墨子主张的合理社会是劳动者的天堂 跟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一样 墨子高度肯定劳动的价值和意义 墨子说 动物是不必难耕雨之的 因为羽毛就是衣服 提爪就是鞋子 水草就是粮食 人却是赖其利者生 不赖其利者不生 不劳动则不得食 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根据这一点 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 当然应该是出利的得 不出利的不得 多出利的多得 少出利的少得 然而实际情况 却是占有社会资源和财富最多的 往往出利最少 甚至完全不出利 叫不欲其劳或其实 以非其有所取之 墨子把这种现象称为无故富贵 这很不合理 非改革不可 墨子的方案是改革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 做到自食其利 按劳分配 各尽所能 机会均等 首先 每个人都要劳动 都要做贡献 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贡献则有分工不同 叫分事 比如 君王搞政治 世人当助理 农民种庄稼 富人做纺织 这些都是劳动 也都有理由 有资格 按照贡献大小得到相应的报酬 这就是自食其利 按劳分配 其次 既然按劳取仇 那么为了体现公平 社会也应该保证所有人都各从事其所能 让每个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发挥 这就是各尽所能 第三 既然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那么 社会的管理就应该是 有能则举之 无能则下之 即便地位卑贱如农民 公认 商贩 只要有能力 也应该高语之决 重语之路 认之以事 断语之令 相反 即便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 没有能力 也不能做官 总之 尊卑贵贱 都必须根据能力 表现和贡献进行调整 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忠贱 这就是机会均等 毫无疑问 这样的社会理想 在两千多年前提出 堪称震聋发聩 不能不让人惊叹 因此 此说一出 便立即风靡天下 成为孔子之后与阳珠齐名的两大显学之一 然而 好景不长 风行一时的墨家思想 很快就销声匿迹 墨子本人也被遗忘 司马迁的史记中 墨子的生平甚至只有寥寥二十四个字 这不能简单归结为独尊儒术所使然 事实上 汉武帝之后 历代统治者都是兼用儒法 道家思想则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青睐 因此 不但有外儒内法 而且有儒道互补 唐代以后 更形成儒道士三教河流 只有墨家思想万劫不复 被迫成为地下党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墨子的主义和践行都有问题 首先是没有依据 儒家的主张是有依据的 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就是历史依据 人皆有知的亲亲之爱就是人性依据 墨子的主张却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既无依据也没有办法 他的一整套改革方案 说起来振振有词 听起来头头是道 做起来却没有一件能成功 没有一件能推广 也没有一件能持久 当然不可能成功 因为做一个墨家社会主义者 太苦 太累 太难 穿粗布衣服 着草鞋木鸡 整天干活不休息 弄得小腿上没有粗毛 腿肚子上没有细毛 非如此不能叫语道 不能算墨者 这实在让人望而却步 没错 墨子主张公平正义 这是我们要的 主张人类幸福 也是我们要的 但他主张的公平正义 却要靠吃苦耐劳 赴汤蹈火去实现 他许诺的人类幸福 对大多数人来说 却是苦哈哈的 也许在墨子看来 只要大家平等地过苦日子 就是幸福 如果像他这样 领导人带头过苦日子 云云众生就更应该欢心鼓舞 感恩戴德 可惜他想错了 人民群众的愿望 是既要平等 也要过好日子 人人破衣烂衫 餐餐粗茶淡饭 天天劳动不止 还不准有娱乐活动 这样的日子 恐怕没人想过 难怪庄子学派会说 墨家反天下之心了 反天下之心 就是违背人之常情常理 故以此叫人 恐不爱人 以此自行 故不爱己 强制推行 则天下不堪 就算墨子自己能实行 奈天下何 那么庄子他们又是什么主张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订名